蔡基在127年來有100多項的專利 值得我們教藥的就是我們的智慧調劑台 它是確實可以減少藥師在工作方面的負擔 還有可以精準取藥改善我們的醫療品質 目前跟台新創合作 有研發了四項產品 第五代的調劑台還有第二代的智慧藥會 另外在母乳的智慧管理還有冰箱的智慧管理 都有相當不錯的成果 這個會減少一些醫療方面的失誤 是相當值得推薦 我們希望這一次的產品我們從章機出發 從章機的研發到台新創的量產 一直推廣到全台灣的醫療院所 剛好也是符合這個衛福部 現在正在推廣的醫療2.0 醫療3.0的智慧醫療 那這個商機非常大 尤其是這個智慧智能藥櫃智慧調劑台 這樣的一個硬性需求 也剛好符合國家的政策 國家的規範 然後再來呢 立足台灣 然後推廣到全世界 我想在醫院工作藥師都有著共同的一個經驗 就是當剛到醫院報到第一天站上調劑台 手中拿著藥帶 面對調劑台中一千多種藥品 要如何去正確的取藥都感到壓力非常的大 而且這又攸關病人的用藥安全 那還好後來我們導入了智慧調劑台之後 藥師只要刷取藥帶上面的條碼 那儲放這個藥品的抽屜就會自動的開啟 並且是全邊框的一個亮燈指引 感謝台新創的積極開發 一年的時間之內完成四項的智慧取藥相關的系列產品 不僅協助張基落實專利的這個商品化 跟促進病人用藥的安全 張基陳穆寬總院長特別強調 還有病人安全的重要性 鼓勵以病人為中心的研究跟發展 同工在忙碌的臨床工作當中發現很多問題 那發現的這些來發揮的創意 取得許多的專利 但是專利本身並不是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希望把這些專利化成對病人有用的商品 確實幫助病人提升醫療的水準 才是張基的最重的目的 張基洗手愛情創災 我們在會議上 做一個中文的資料 我們在會議的這個人 我們在會議的評論 的版本 提到最好